收入關鍵字 端午連假想到台東住宿 打開各家的訂房網 住一晚可說是一房難求 幾乎全部滿房 台北就有民眾怕訂不到房間 提早下訂了台東這間 位在市區的市井雙人房 原本夫妻倆想好好享受端午假期 卻遇上消費糾紛 一點進去看了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個退款是因為 無預警被取消了我們的訂房 那當下就覺得很生氣 很錯愕 怎麼會這樣 店男突然被取消 郭太太情緒難掩激動 原先排好行程 兩人要到台東海濱公園看海 晚上再到觀光夜市 這下全泡湯了 6月6號當天 他透過訂房網 下訂台東連鎖知名飯店 一間市井雙人房 要價4800元 26號入住 27號退房 甚至當下就扣款成功 一個禮拜後卻收到 訂房被取消的通知 氣得上媒體投訴 變成是我們當天的行程 就會受到影響 變成台東這麼大 我可能只跑到一半 就要往南走了 當事員秀出收到取消訂房的mail 飯店訂房網 雙方沒人負責 實在求助無門 發現超收的部分 那第一時間我們就把系統關閉 我們訂房的同仁會 即刻的跟客人來做聯繫 如果是業者故意造成這個損害的話呢 還可以要求三倍的損害賠償 譬如說他已經有些支付 交通的費用的話 他可以證明說有這個損害的話 他可以一併求償 飯店業者坦承是飯店超賣 沒有即時關閉訂房網 才釀出糾紛 但消保官也說 根據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 業者擅自取消訂單 消費者可依法求償 所見最後飯店業者火速清房 將取消入住的房間 補償給郭先生入住 才跨解危機